那在印尼的話 其實是另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是因為我在那邊教書嘛 教了一年 然後在那段時間 其實因為我在華僑 華僑的學校工作 然後在印尼的市水 那那地方其實是一個工業城 然後發展得很好 然後我就在那邊 就遇到很多的人 那在那地方 有時候我會有種感受是 原來我我才是真正的外勞 怎麼說呢 因為當地的 我就是去那邊當外勞 我就是去那邊工作的 所以就是在那個環境之下 我會發現到自己是少數的人 那少數的人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理解說 以前可能我們在臺灣 很多人都會說 那個因為我住後站 桃園後站就是有很多的移工 在的地方 所以說很多人經過那條 那個後站那條街的時候 都會說好多外勞超死了 或是什麼什麼的 就是會有這種比較歧視性的字眼 但當我自己變成了外勞 我變成台勞的時候 我最忽然間理解到說 其實很多事情只是你的位置不一樣 你的思考就會不太一樣 對 那因為我們在那邊工作 然後每一個宿舍都會配一個幫助 那一個幫忙我們生活齊居的人這樣子 然後那個人他就是會 那個女士他就是會幫我們洗衣服啊 然後幫我們就是煮菜什麼的 因為我們都很多老師來來去去嘛 所以有一次我們一群人吃飯 有一個資深的主任他要離開了 所以他要回台灣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說 老師 你在台灣有沒有需要幫忙的人 他用國語講 因為他已經會講國語了 然後這時候那個老師就說 我很想 可是我沒有辦法 但他其實也就理解了 然後後來 我其實很感激我的這些幫助員們 因為我們有很多間 但我們都認識嘛 那輪到我自己要離開了 然後在我離開之前 我都會一起吃飯 然後那個幫助員都沒有說什麼 然後只是當大家走了以後 他就走到我旁邊來說 陳老師 謝謝你學我們的畫 因為我很喜歡請他們教我印尼畫 雖然說我現在都忘得差不多 我只留下一些比較好玩的字這樣子 但那個瞬間我忽然間覺得很難過 那個難過在於說就是 其實他也很清楚 我這麼年輕的樣子 我可能也沒有那樣的經濟能力 可以讓他可以來台灣工作 或是什麼的 那他會回到一個人的羈絆 對 那個羈絆在於說 我是一個 我對於你們來說是一個過客 但為什麼你們要對我這麼好 然後當然我那時候的鄰居 又有一個鄰居 就是一個老先生 然後他每天都在種花 然後有時候我會跟他聊天 但我真的聽不懂他講什麼 因為他也不會跟我講國語 也不會跟我講英語 那在那個時候其實 我們就慢慢建立了友誼 然後一樣就是當我告訴他我離開的時候 他就幫我煮了一大鍋的湯 就是Soup Mera 就是紅湯 有點像羅宋湯那種感覺 他們傳統的那種湯 對 然後華人家庭會吃的那種 然後就在吃的時候 他就大哭了 那個時候我忽然間理解 你知道就是 我曾經在 自己在出去旅行的時候 或者是自己在某一些情緒狀況 比較不好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自己是不被需要的那一個人 所以我甚至有時候走過去 我還記得印象深刻 那時候我在北京 我就看到有一個老人 他盯著一看一個尋人起事 他看著那個尋人起事 看了整整一兩分鐘 很久 然後我就想 好羨慕照片上的那一個人 他被尋找 因為他曾經 他是一個被需要的人 然後甚至有人願意就這樣看著他 所以我也曾經會希望說 或許在某些時刻也有人這麼需要我 直到我去了印尼 然後在那邊服務一陣子 短短的一年 可是我居然感受到 我是如此強烈的被需要 那這件事情讓我感到 就是那個時候當下其實是 你也不會跟著哭啦 因為那是一個很尷尬的時刻 然後也只能夠就是這樣抱著他 然後說沒有啦沒有啦這樣子 然後之後再看著他 就是一邊哽咽一邊把飯吃完 對 把湯喝完 我盡可能也得維持住一個情緒 就是不能夠哭或者是什麼 但那個時候我就會覺得說原來 有很多東西是跨越語言 跨越一些階級的 就是如果說你真的願意敞開心胸 然後讓人進來 那其實你也會被需要 其實夏明在這本書裡面 還寫了很多乘客教我的事 各種不同的事情 那我其實很建議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因為你就會發現這些乘客 有時候教你一些可愛的事 然後有時候教你一些殘酷的事 可是你每次看完之後 也許你都可以在書裡面找到一些 自己曾經想過的某一些事情的影子 今天非常謝謝夏明 謝謝 謝謝 謝謝